憨豆作为美术馆中最出色的保安 上班勤勤恳恳 尽职尽责 正巧有福世界名画要被运送回国举办画展 因此画展那边需要美术馆派出一个主持人来讲解名画 馆方这边一致决定将憨豆先生派过去 赶紧送走 赶紧送走 这人我们都不想要了 憨豆知道后开心坏了 崽子们瞧瞧 我做的是头等舱 头等舱 画展那边为了提前熟悉流程 派出员工卷毛哥来接待憨豆 并让他在自己家住上几天 但卷毛哥有点绝望 怎么这个男人看起来不是很聪明的样子 憨豆在外洗个手 把裤裆弄湿了 他突然灵光一闪 想出了妙计 就是 有点尴尬 然而裤裆还没吹干 憨豆就被喊去开会 眼见要出洋相 他只好拿小册子挡住 没了小册子怎么办 那就紧贴着卷毛哥 主办方人有点懵 难道男童竟在我身边 几天相扯下来 卷毛哥的老婆开始受不了憨豆了 天天就在那瞎扯捣乱 做不 憨豆一顿操作 把最贵的水金额弄碎了 就连夫妻俩的合照都砸破个洞 老公 拜拜了您嘞 老娘回娘家去咯 老婆一走 卷毛哥别提多开心 带着憨豆就是出去胡闹 来到游乐园 憨豆嫌设施不过瘾 居然偷偷改造了设备 结果 憨豆被带到警局 也丝毫不待怕的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哪里的傻子闯出来了 算了算了 卷他这傻样 也只好放了吧 回到家后 卷毛哥的朋友上门做客 并打算留下来吃晚饭 但老婆走了 这两个男人压根就不会做饭 这可怎么办 憨豆看见冰箱里的火鸡 啊 这下简单了 打开微波炉 关门 硬时 走你 然而下一秒 卷毛哥很是绝望 但自己的工作 就是照顾好这个重要人物 哪敢抱怨呀 他只好忍住火气 跟憨豆好好聊聊 他这才知道 原来对方竟然只是个保安 根本不懂艺术 这可怎么办呀 就在卷毛哥焦头烂额时 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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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幅画价值五千万 然而憨豆怎么着都想不到 自己要遇上大麻烦了 众人留下他一人 思考明天的演讲台词 结果当憨豆走到名画前的时候 嗨子 这下完了 赶紧掏出手帕擦一擦 但手帕沾上墨水 直接把名画换了个色 糟了糟了 憨豆取下画框 想着用衣服擦干 结果名画掉了下来 憨豆还一脚踩了上去 这可怎么办 打大半辈子的工都赔不了这钱呀 憨豆想到另一个办法 首先他要将名画偷偷带出去 接着他来到工具间 随手拿了个稀释剂擦了上去 结果越擦越脏 还开始流浓了 最后一顿修复下来 名画中这模特成功没了个头 憨豆急慌慌的回到房间 却正好被卷毛哥撞见 卷毛哥迷惑不已 名画咋不见了 你都干了啥 卷毛哥怕不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才碰上憨豆这个傻星 但事已至此 他只好认命 回家后 憨豆还在喝奶解忧愁 突然 他脑子闪过一个妙计 随即立马收拾装备 前进画展内部 先引走监控室的保安 再在咖啡中倒入泄药 接着把厕所钥匙打乱 等到保安回来喝下咖啡 感觉立马就上来了 结果来回几趟 厕所钥匙都不对 真是如此近 却又那么远 憨豆继续行动 取下画框 割开名画 没有浇水怎么办 那就浇上十片口香糖 这拉丝这粘度 佩服 接着贴上最关键的道具 一张名画的海报 再用鸡蛋清和眼药水 混合壶上 增加画报的质感 最后吹风筒吹干 归还原味 完美 第二天画展正式举行 媒体蜂拥而至 就连总统都来了 眼见毁得不成样的名画 就要呈现在所有人面前 卷毛哥慌得 嘴角都在颤抖 结果当名画亮相时 卷毛哥难以置信 但他饭完总算是保住了 等到憨豆上台 一番瞎扯后 画展总算是完美结束 然而麻烦事还在后头 卷毛哥收到消息 女儿出了车祸 被送去了医院 两人火速赶到医院 就在卷毛哥去看女儿时 憨豆意外捡到一个听诊器 结果却被当成医生 直接给拉去做手术 但他哪里会呀 正准备开始手术时 隔壁急救室的病人 却中途插队 护士们把憨豆留了下来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想着吃个糖压压经 结果糖掉进病人体内 憨豆想伸进去捡 结果却把一颗子弹 给掏了出来 这不对呀 我要的是糖 不是子弹 赶紧给他塞回去 眼界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憨豆只好溜了出来 结果被卷毛哥撞见 把他带去病房给女儿看病 等到所有人出去后 憨豆又开始操作起来 女儿被成功唤醒 卷毛哥老婆想要感谢这位医生 憨豆便取下口罩 把一家人吓了一跳 他表示 要想感谢的话 那就让自己留在他们家多玩几天 憨豆作为家喻户晓的角色 早已深得所有人的喜爱 每一次的无厘头表演 都能让观众捧腹大笑 希望我们都能像他这样 永远保持纯真 永远开心 但要你是卷毛哥 碰到憨豆这样的人才 你又会不会绝望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说部电影叫做 憨豆先生的大灾难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